第一 我沒有偷拍影片 我不搞偷拍影片 第二 我沒有外流影片 如果外流影片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也看過這個影片 我承認過去 自己在感情上非常不成熟 是一個會劈腿 有愛偷吃的男生 所以如果因為過去不成熟的行為 有造成任何人不舒服的感受 我再次誠摯道歉 對不起 然後你如果真的覺得我如你所指控 你大可直接去告我 我個人覺得很沒有意義 而且我相信讓子彈飛一會 你們就會自己露出破綻 大家好 我是酷炫 我很不喜歡跟大家吵架 所以今天要拍這支影片 我是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不喜歡把自己的私事 攤在大家面前這樣子討論 巨細迷移的敘述 但因為陳小姐持續不時的指控 已經造成了各種媒體捕風作影 對公司名譽造成損害 所以我還是有必要出來做一個聲明 第一 我沒有偷拍影片 我不搞偷拍影片 第二 我沒有外流影片 如果外流影片 我相信很多人今天也看過這個影片 我承認過去自己在感情上非常不成熟 是一個會劈腿 有愛偷吃的男生 所以如果因為過去不成熟的行為 有造成任何人不舒服的感受 我再次誠摯道歉 對不起 那如同之前的聲明 我沒有做任何違反法律的行為 那這一次 我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鬧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如果真的覺得我如你所指控 你大可直接去告我 而不是一直訴諸媒體 很多人質疑我為什麼沒有在最一開始回覆 其實我很不想要給他們流量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從三年前 勾二那時候就一直吵到現在 你們都不覺得累 我都覺得心很累了 就是一直放話各種寫新聞 你一來我一句 我個人覺得很沒有意義 而且我相信讓子彈飛一回 你們就會自己露出破綻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顯的 在各種新聞當中發現他們的講話前後不一 是不是因為你們以前 告鄧家華的時候發現情侶作證人 他的證詞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才會特別去強調分手跟最近的 懂法律的其實都知道你們在幹嘛 然後還有包括在限動中 影射我說趕快出來 然後把所謂的這個把柄刪除 我不太知道你所謂的把柄是什麼 還有我到底要拿把柄跟你要什麼 我圖你的什麼圖你的錢嗎 還是我也是搞不太懂 然後在勾二影片中你也曾經提到說 跟你在一起然後睡過你之後就不理你 你是非常清楚我當初有女朋友 而且你也有私訊過我說 你不在意但你又不想結束關係 我不太理解 其中最荒謬的當然就是你在限動說 我開小帳去私訊你求和 然後你不願意我就馬上刪除小帳 其實你的文字結論是一個 我感覺好像你說謊都沒有經過思考 然後也沒有打草稿 什麼叫註銷小帳是你的慣用手法 你要如何知道一個人 他經常註銷小帳 光這句話就看得很讓人莫名其妙 以及你在那個你自己結出來的私訊中 一開始你就覺得這個人不是我 但最後一口咬定是我 以及你說這就是你一貫的說話方式 你這麼了解我的說話方式 所以你也可以很輕易的製造 我跟你的對話紀錄囉 這是我覺得這一切都太荒謬了 然後透過各種方式聯絡公司的前同事 這兩年持續 還有身邊拍攝過的朋友 好像找到各種不利我的證據 然後甚至傳訊息給前同事 硬要留下說 所以你當時在現場我就這樣認定 就是 哇怎麼會有人臣服這麼深 你知道 大家都會來跟我說 然後他們也反映 他們感覺到被騷擾跟不舒服 所以不要再做這樣的事情了 我覺得 非常沒有意義 然後 還有很多很多 讓我感覺到不可思議的地方 這一直讓我想到 五月我們在一場活動上遇到 然後我們擦肩而過 你之後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突然傳給我 我們那天就只有點個頭示意一下 然後傳了說你想了很久 覺得過去自己放不下 現在已經放下了 然後很怕我覺得你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反正就是各種示好的文字 然後現在 然後剛好就me too事件 就剛好這麼巧 你說瑋哥在跟你分手這兩週 就在這個時間點 告訴你 前腳 好感恩 後腳出來踢爆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然後我也想到 當初你要我 幫你 處理鄧家華的事情 你說你想要對他提告求償80萬 律師說 希望你要我刪除 在我頻道中一支你們一起合作的影片 你說真的對你 提告 不利 我也照做了 我想想真的覺得自己很白癡欸 當初勾二 那邊就已經說之後就不要再互相攻擊 你現在要突然跳出來 人家是來主持公道的 你現在是要讓人家公斤變士主嗎 你讓曾經 想幫助你的人都不想幫你 然後跟我一樣只感覺被利用 你們最好就確認 你們自己也沒有曾經散佈過什麼不雅影片 給誰看 然後 我用你的話回你 我曾經也很窮只有夢 可是我的夢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我不會把自己的夢放到別人的腳下 你的夢也掌握在你自己的手裡 所以請不要趁M2的熱度 來做這些事情 只要用什麼 慣用兩個字啊 或者是儀式 兩個字就可以劈哩啪啪套一堆 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然後還說什麼 什麼什麼未成年拍攝 然後要強迫我出去見面 什麼要跟你們和解 你們的動機都 太明顯 這一切都太荒謬了 然後為什麼 你要透過別人來 一直問我說 我會不會對你提告 會用什麼名義呢 是害怕嗎還是怎樣 那就是我希望事情 到此為止 告一段落 你們就好好做你的事 我好好做我的事 互不翔遷 好嗎 我話就講到這邊了